Hello 直播观众 记者线所在的地方是桃园诺富特机场饭店 那我们再来关心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呢 他已经正式结束了这个访美的行程 那在今天的这个凌晨的时候呢 正式落地到达台湾了 那今天一大早呢 他也召开了这个记者会 来跟大家报告他在这个访美期间的一些心得 那同时呢 他也正式呢表达说他想要参选2024总统的这个议院 那他希望是可以代表国民党来参加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郭台铭稍早的致辞 我将穷尽所谓解所有非律政 赢得2024总统大选 达成政党名地 国为过半的目标 但是如果 最后民调侯市长高过于我 国民党也决定征党他 那么我会全力支持 但是活跃于市长 帮助国民党胜出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不能让林进党继续执政 不能让我们的儿女在枪弹中生命 我愿意全力争取 国民党提务 与赖金德副总统来场军心之争 可以听到郭台铭这次角逐的决心非常强烈 他也感谢国民党的朱一伦主席 联盛文副主席说公开力挺 他是国民党重要的资产 因此他也在这边正式向大家道歉 因为他四年前他是负气离开国民党的 他也强调希望年轻人可以做出明智的决定 不要投给民进党 因为民进党会害台湾发生战争 他不希望年轻学子 要活在枪林弹雨之中 他也希望 他也说如果最后他的民调 如果没有胜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的话 他也会全力来支持侯友宜来选总统 那一切就交给民调来决定 那以上相当的情形时间 还给棚内主播 立刻下载禁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